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 今年的暑期档 快乐的令人不可思议 七月 芭比 风神接连上映 他们分别指向不同的方向 却都能让人感受到观影的喜悦 进入八月 快乐更进一步 仅在上寻 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 和星条红与黄世兰 纷纷上线流媒体 我们能够与世界同步在线上 与这些电影相遇 更不用说 八月底即将被引进的奥本海默 一切来得突然 猛烈 只让人想及时行了 沐浴在纯粹的快乐里 在这些电影中 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 以下简称为鬼家人 以及星条红与黄世兰略有不同 这两部电影正式着呈现一个 性少数群体 也能好好生活的世界 在那里 所有人都能正当的 自如的表达挨握 当然会有冲突和争论 但最终一定能实现彼此理解 在人们疲惫不堪的当下 越是简单与轻盈 越能将人从烦恼缠身的状态中 解救出来 我们是如此渴望光明正大的 咽下那一颗求之不得的糖 今天的视频 就来讲讲 这两部电影 为什么让人快乐 也可以看作一份片单 希望你能由衷感受到 片刻的释放和自由 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 一个死后也能和同性结婚的世界 今年2月 鬼家人在台湾上映后 就被受期待 影片要素很多 叠加在一起 形成了一种白花齐放的神奇效果 同性 冥婚 喜剧 悬疑 家庭 环保 以及演员许光汉的裸系 主要是屁股 种种要素之中 最显眼的还是同性和冥婚 观看之前 人们难免会对鬼家人 产生猎奇想象 想要得知灵异题材 与LGBT 议题结合后 是否会创造出新的叙事空间 然而等我们真正看到这个故事 会发现 它比想象中清新的多 虽然元素混杂 但它所呈现的内容 甚至可以说是 朴素 而温馨的 直男警察吴明汉 许光汉是在办案的时候 意外捡到了一个红包 而这个红包 是阿嬷用来帮死去的孙子 毛邦宇 林伯鸿是进行冥婚的工具 看似毫无关系的二人 就此相识 此后 毛邦宇的魂魄 只存在于冥婚对象 吴明汉的眼中 其他人都看不到他 只有吴明汉帮他了却夙愿 他才能获得投胎的机会 到这里 影片没有打破 一般人鬼故事中 善恶中有报的轮回逻辑 人需要帮助鬼 鬼并不会无缘无故伤害人 他之所以还留在人间 是因为心愿未了 关于我和鬼 变成家人的那件事 但当人与鬼 直男与同性的关系 建立起来后 故事出现了意外的张力 借主角之口 性别一提被轻巧的解构了 影片里 同性婚姻已经合法化 这是与现实同步的背景 因而他合理 合法的 为我们呈现了一个能够实现的世界 性取向和性别认同 不能定义一个人 男性 女性 同性恋 一性恋 都可以互相调侃 几乎没有人会为对方的性向大惊小怪 也没有人会轻易感到被冒犯 阿妈们帮毛邦宇张罗同性 冥婚 是自然而然的 既然现实世界同婚合法 那么死去的世界也可以 吴明翰骂毛邦宇死gay 毛邦宇会说 臭直男果然自大又自恋 女警林子卿 王静世被评价为警队的花瓶 经常被派去做些帮人颁发奖章的无意义工作 但他有自己独立的故事线 吴明翰担心对方的处境 毛邦宇却能一语道破 拜托他是警察A 哪里需要你的保护 同性婚姻合法后的世界里 对于性少数群体的刻板印象没有消失 性别歧视依然存在 只是以更隐秘的方式出现 但影片中所有如梗在喉的情节 都会以意想不到的途径解决 比如当观众最后发现 林子晴既不属于警方 也不属于黑道 而是自己拎走所有钱的时候 还是会感受到一阵舒爽 林子晴踢翻了放在他面前的正邪选择 不再作为一个可以被预料的角色 他走向了一条不受任何人摆布的路 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 这部影片的特别之处就在于 他允许所有人做自己 允许被争论了千万遍的事情成为共识 允许人打破社会框架和既定轨道而活 所有人都应当有爱人的权利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方式 也不是把大家变成一样的人 而是让每个人都能在接纳自己的前提下 有勇气完善自我 正如豆瓣网友at刘所说 这电影最厉害的地方是 最后直男没弯 而是变成了更好的直男 但必须承认 这不是一部看完之后 让人陷入沉思的电影 技巧不算高明 甚至有点俗套 最后的走向也是何家欢的 不过 看看一个能理直气壮的活着 理直气壮的解决问题的世界 也不错 二 星条红与黄世兰 王子和王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如果说鬼家人已经像是科幻片 那么星条红与黄世兰 更是发生在一次元的悬浮童话 这部电影改编自同名小说 原小说还曾在2019年6月 被列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简而言之 他讲述了一个虚构世界里 王子和王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故事 电影保留了小说中最重要的设定 美国总统的儿子 亚利克斯 泰勒扎克哈尔佩雷斯 是和英国王子亨里 尼古拉斯加利奇纳 是原本互相讨厌 看对方不顺眼 一次意外事件的发生 让他们有机会重新了解彼此 火花迸发 二人相爱 星条红与黄世兰 观众们从小看着 王子与公主的故事长大 几乎从没在荧幕上 见过性少数群体间的顶配爱情 这让这部电影 有种同人文照进现实的质感 虽然电影里 夹杂着一些政治博弈的内容 但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们谈了一场 甜而不腻的恋爱 这也是星条红与黄世兰 颇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它不是一部政治隐喻片 而是一份餐后小甜点 星条红与黄世兰中 没有坏人 没有无穷无尽的误会 没有出轨和疑情别恋 只有传统的浪漫推拉 一切情节都是为二人之间 确作的情感服务 导演马修洛佩兹 在接受采访时说 他最初读小说 只是为了纯粹的快乐 读到第五十页的时候 他决定拍摄这部电影 进入选角色的阶段 因为乌马瑟曼 斯蒂芬弗雷等成熟演员的加入 他形容自己 就像一个在糖果店里的孩子 显然 导演本人在阅读和拍摄时 所感受到的快乐也传递给了观众 两个小时的电影里 观众的嘴角很容易上扬起来 因为这部电影所塑造的氛围 太以你而让人安心了 故事情节老套 台词浅白 也意味着人们能够进入 不用动脑的课堂舒适区 而电影对性场景的描写 则让浪漫爱变得更加直观 细腻 导演不回避性在主角关系中的分量 因为这是他们的爱情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 他同样是 含情默默的 我想展示一些 在主流电影制作中 没有看到过的东西 那就是两个男性之间 充满爱意 和连结的性 以及情感上的共鸣 这让整部电影 变得准确而完整 他稳稳地戳中了 当下观众内心的需求 不需要反映任何现实 只需要打造一颗 纯粹的酒星巧克力 持续不断地提供一种 脱离现实的维醺感 让人感受到晕淘淘的快乐 他是现实世界里 爱情永远实现不了的样子 那又怎么样呢 王子和王子 永远在一起 星条红与黄士兰 因为星条红与黄士兰的 恰到好处 他被戏称为 对东亚女性友好的电影 那些不能宣之于口的 被删减 被消失的想象 光明正大的出现在影片里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虽然主线是两个王子谈恋爱 但首相和总统都是女性 这更让整部电影 像是发生在巴比世界的童话 看作是两个肯在谈恋爱 也未尝不可 星条红与黄士兰 没有给出什么超出想象的惊喜 依旧属于傲慢与偏见式的 浪漫爱文本 也可以说 它是某种奶头乐 让人享受及时的刺激 却难以产生长久的愉悦 但哪怕是这种看到开头 即能知晓结尾的电影 也能承载我们常被否定的欲望 王子和王子 就是会相爱的 可以在映射着彩虹的玻璃门前接吻 在幻想世界里 一切都能被改造 也都能实现 三 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电影 同时看完鬼家人 和星条红与黄士兰的感受 大概会是 只要活得够久 什么都能看到 虽然这两部作品归根结底 还是某种意义上的唐经 当然令人愉悦 但可能也仅限于此 它们是快乐的 提供热量的 但不一定是供给营养的 只是生活 偶尔也需要补充一些糖分 除了深厚意义的电影佳作之外 还可以有些略显粉嘟嘟的部分 它们不能解决具体问题 但真诚地抛出一题后 就有创造出讨论空间的可能 关于我和鬼 变成家人的那件事 鬼家人上映后 很快成为台湾票房 最快破译的本土电影 拿下今年上半年的台湾 本土电影票房冠军 一周前上线Netflix后 又不到36小时 登上新加坡 越南等地电影排行榜第一 商业化的成功也引来了争议 有人质疑 这是否是一种逃避核心问题的 讨巧做法 导演陈伟豪在接受雨里采访时的这段话 或许可以看作回应 我确实一直都非常订阅类型片 因为我一直觉得类型是一个很好的糖衣 是最能面向观众的一种手法跟种类 你有任何想要表达的东西都可以包裹进去 很多外行人可能看个热闹 但这个就是我一直想要耕耘的方向 学者尼战格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 任何的作品都不是简单的封闭完成体 而是一个信息流动的场域 是大家讨论问题 乃至进一步解决问题的跳板或者平台 有人负责呈现复杂 也要有人在更广泛的市场里言说 如果不将值得坚守的价值重复千万遍 让更多的人知晓 如何才能实现一个更好的世界 同样会有其他人在电影中裹鞋扭曲 而极具迷惑性的观念 从这个角度讲 好的电影能够让人保持清醒的思考 星条红与黄士兰的导演 在考虑片中扮演英国首相的角色时 也在想 既然正在拍摄一个虚构的故事 不如选择一个 我们最想要看到的 最有希望的版本 最终 女演员沙伦蒂克拉克 成为了影片里的女性首相 星条红与黄士兰 鬼家人和星条红与黄士兰 所做的也仅仅是将人类美好的情感呈现出来 强调爱才能够抚慰人心 他们共同描述出了一个理想中的世界 在那里 少数人与多数人总是相对的 不同立场的人能够尽力达成理解 心愿会实现 障碍会解除 那个世界距离我们是如此遥远 平滑的宛如梦境 当然也并不承载改变当下的力量 它只能在忘记烦恼上起到一点作用 让我们在想象中靠近更加自由 自如的生活 所有的争议和批评 也只是在说明一件事 问题并不在于这些电影呈现了什么 而在于它们呈现的还不够多 我们需要更多元 更丰富的电影 从各个方向进入现实世界 或许可以用心条红与黄士兰里亨利 与雅丽克斯之间的对话 作为本文的结尾 亨利希望历史能够记录下他们的爱 雅丽克斯说 历史 我相信我们能创造一些无论如何 还有重新书写的空间 就有希望 参考资料 鬼家人最值得看的不是许光汉的屁股 于理 不要小看无脑娱乐 看理想 How Red White Royal Blue Reimagined a BookTok Sensation The New York Times Red White Royal Blue Director Matthew On the Film's Delicious Romance What to Watch Why Lose Red White Royal Blue Sex Scenes Matter Man's House Matthew On the Coming Out Scene in White Sex Is Vitally Important to Red White Royal Blue Digital Spy 撰文 汁 监制 猫爷 封面图 关于我汉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 《青色草变成家人》 等于我汉鬼变成家人代